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听说我去了住建部一位高官豪华的家里做客 这是瞎说 但是是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住建部有一位官员 他说的这个话 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 咱们先听听他是谁 他说了什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红 日前在福州表示 这次两年多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出现了两大效果 一是投机性需求基本被挤出了市场 人们所买的房子80%到90%都是出于自用的 投机性投资炒房的需求基本上被挤出市场 二是房价的上涨幅度得到了控制 就他这两句话引起很大的争议 你们两位怎么评价 我估计他要被砖头拍死了 因为他说的这个投资和投资性 他说的就混淆了两个概念 第一个呢 我们去年啊 从我们的成家来看 住宅这一块 确实大部分是刚性需求 你比如说以前没房子的 我现在要结婚了 我必须得买房子 这部分人是占了大部分的需求 所以人家说中国的丈母娘在房地产里面很厉害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但是你要想想看 他并不是被挤出市场 你是不让人家买呀 你比如说我本来我有钱 我现在有钱 我想在上海 或者我想在北京买 在北京没户口 你不让我买 对不对 外地人是 如果在上海呢 你已经有一套了 你是上海人的话 已经有一套 那你限购 你就有钱也不让你买 所以我不是不想买 不是没有投资性需求 而是说你有钱我也不让你买 就卡着你 咱们这个两会上 不是温总理给传达信心 就是说你们都姓温 温总理就是说 像我感觉就是那意思 就是政府要控制房价 打压房价 这决心将是持之以恒的 将是永久的 可是最近说端午节 什么成交量 12年最高 成交量 这是个什么信号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说实在话 因为刚性需求客观存在 对吧 另外就是说 其实人们最近房子热祸 我认为还有个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是是是 就是如果说未来有通货膨胀的话 那么买房还是最好的投资 无论从另外一个角度 你还是觉得买房最好 是不是 如果从未来要出现通货膨胀的话 因为你现在投资什么 我得提醒大家一下 我觉得泡沫确实比较高 房子 对 现在你想去年有两大现象 第一个就是他刚才说的 刚性需求占了80%到90% 还有一个就是商业物业 这一块特别发达 以前可能买买个房子 对不对 自己住的 然后现在是买个房子 是买商铺 或者买写字楼 一买买一层写字楼 一买买这个一路商铺 对不对 这个商铺全都我买下来了 没错 都跟谢霆锋似的 你知道吗 对 谢霆锋现在在中环百花街 都买商铺 对 一买买一路是吧 没没没 最近又买了一个 听说是他老板给他买的 我就把管已经说你 他是这样子 我到了一个这个中部的城市 那个城市去 他就是刚在修轻轨 他轻轨边上的商铺价格 已经到了多少了 我前几年去说是 这个每平方米 是三万块钱 我已经觉得很高了 现在过去 我到了一个三线城市 东部的三线城市 是每平方米十二万 那绝对泡沫 泡沫 为什么呢 你这个东西将来 你有回收的问题 你多少年回收 而且商业地产的 那种泡沫法 也很快过剩了 你现在有没有注意到 你到百货商店 现在生意都不怎么样 我听过一种 就是你们经济学界的看法 就说这个不是房价高 是印钞票印的多 就那意思就是 是货币贬值 专家讲中国印钞票 一点不比美国差 超发了七十几万亿 这多长时间内 没有详细说话 我们大部分的货币 是07年之后 发放的这部分货币 是量特别大 然后大概占了一大半 所以人民币 对外是深值 对内是贬值 最近有没有关注到 叫百元大钞的购买力 他说百元大钞 在20年前 可以过一个礼拜生活 在十年前 也许可能过三天 现在只能卖三双袜子 这就是一个说法 我看到的一个说法 百元大钞的购买力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 今天两会上说 是不是千元大钞 后悔 到底长什么样的千元大钞 所以据说咱这贵国 我就真觉得是在北京生活 因为我也在香港生活 所以我感觉太明显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能说北京很多东西 的确好像不能 还没有说比香港物价贵 但是为什么觉得 在北京老是哗哗的花钱 对 就是我觉得不知道 是怎么搞的 有钱人太多了 我跟你说 你不要以为 我说的是出 那个有钱人增太多 北京从去年到今年 尤其今年一季度 它的写字楼的生长速度 租金增长速度 全球第一 把什么纽约莫斯科 远远的甩在后面 对对对 我还忘了这事 这温教授 我最近有一朋友 在美国 送他小孩去上学也是 在那住了一个月 在加州 回来就跟我讲 他说 什么都比美国便宜 就绝对值 他说我是去超市 每天开车 自己买东西吃 什么都比中国便宜 对 绝对值 最好的三文鱼 水果 牛奶 水果 对对对 又比你好 又比你便宜 哎就是 然后你吃着还特别安心 但是人家是挣美金啊 我们挣两千人 没有人家挣两千美金啊 没错 工资又没法比呢 所以这就是不合理啊 这就是说 这两年 实际上的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 嗯 钱不值钱 表面上收入 还是有所不熟的提高 但是你买内想 你想想看啊 就是我记得 那时候说大蒜啊 比如说多少钱一斤嘛 我当时我记得 我去买了两个蒜头 那两个蒜头花了五块钱 也就是说两块五 一个蒜头啊 对 那你想想看 十年前的话 蒜银狠 对吧 那十年前的话 有可能就是五毛钱 一个蒜头 对不对 那就是他的货币购买率 就下降了五十倍以上 对对 那你如果说是 这个十年前 你一块钱 就相当于现在的五十块钱 那很多人说 你不能这么算 大蒜也有下降的时候 但是你想想看 猪肉也有下降的时候 我小时候 我记得印象特别清楚 说你包馄饨包饺子 买个一块钱的肉 或者五毛钱的肉都有 对不对 包馄饨包饺子 但是现在你这个 包馄饨包饺子 至少十块钱 你让五毛钱 人家盯着你 五毛钱都挂一番 你刚才讲这个 你给我起起萌 的确我也觉得 这是很奇怪 不是说人民币兑美元 咱在升值嘛 对 但是为什么 咱们这内部又是贬值 贬值我认为也是这样 就是总体物价上涨太快 因为总体通胀 比特方说要照这意思 是不是说 我应该想办法 去美国花我的人民币 慢慢有点 你有没有知道 现在留学就省钱了 对 留学就省钱 还有为什么到美国猛购物 就是他认为美国东西很便宜 对对对对 到欧洲去到欧洲去 最近美元又上涨了 咱们很练 但是你价得欧元的便宜 对对对 是这么回事 但是您说 现在这个这日子怎么过呢 这个它有个头吗 好像这个生活费用 我认为就是说 从国家调控房价来看 我看讨论了那么多年 我认为始终没有抓住一个 非常要害的东西 就是土地错案金的下降 房价的关键是土地错案金 土地错案金 就是土地财政 所以要降房价很简单 你把现有土地错案金 降百分之十 房价就降百分之十 地方政府 但是这就是土地财政 他谁愿意把自己 倒立的钱拿出来 所以这就要有很大的魄力 所以刚才那个温老师在说 土地财政 其实是我们一个大问题 你想我 我相当于我一个人 我人格分裂 我左手想把这个 把老百姓降价 右手要养那么多块 对 那么土地财政 药害又在哪里呢 我们分析一下 我认为中国有一个 太庞大的公务院系统 中国吃官饭的人 实在太多 你想想看 这几年公布的 逃往海外 携款逃到海外的 总资金是多少 多少数量 眼睛边上 这个身边看到 这种人特别多 在海外买豪宅子 都是这些人 你能想象 铁道部前运速局局长 在海外的存款 有28亿美金吗 为什么有 这创造了贪污的世界纪录 为什么 下辈子也下 下什么 28亿美金 很简单 我看了一张清单 很有意思 就是火车前面不是 有一个神座的带子吗 他开价99块 这个带子 我看3块钱就买到了 马桶 3万块 一个 就作变器 对对对 那么当然就有28亿了 所以这个东西要把它切断 有力的斩断 所以我感到很好 最近我看到 练整公署 香港介绍 好好学学练整公署 练整公署 你看香港警察 原来也是混天黑地的 是是是 对 当年香港也是贪得一塌糊涂 后来就有见于此 成立 老牛们把五三八产地丢了 香港一个候选人挖个地窖 挖个地窖 你看他一面给弄得了灰臭土壤 老婆还出来解讨 对对对 我们反腐力度也是很大成绩的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我现在有时候主持一些经济论坛 我发现在在座的就问你们这些经济学家 普遍就是说 就说那买房子靠谱不靠谱 就说这个投资要买吗 你如果想传之于久远 子子孙孙传下去是不靠谱的 对 有史以来的这个记载最长的一个荷兰的房价 每年刨除通胀 每年房价上涨0.3% 也就是特不靠谱的一个投资 然后在中国还特别不靠谱的投资 你想在中国只要是房地产大鳄 哈同 然后徐润 然后你49年之后你有房产你小心一点 全都出事 就中国这个波动非常大 而且是政治周期这个波动很大 因为要是有些人这个投机 他觉得将来比如说如果政府的政策出现调整 这一中不是说房价预期肯定会涨吗 对 那他到时候再一抛 对 所以有些人如果对通胀预期的话 那当然还是买房子 可以买了 其实中国刚才讲 这其实理财各方面几乎想不到靠谱 你有没有听说过淮海战争中间 一块金条换一块大饼 淮海战争 金条不能吃 大饼能救命啊 对对对 没吃的那个时候 就是啊 就是现在在中国好像听了你股市说起来 也是神鬼莫测 对 你这个最后他有钱买什么 但是钱放在银行里啊 又的确等于在缩水 缩水 在缩水 福利率时代 对这该怎么办 你干的什么都不行啊 那你就找一个 我觉得当我们发觉什么都不行的时候 找一个行的人 而且是老实的人最重要 这个人只要又老实又行 理财特能干 跟着他干就行了 就那天温老师你说的这个 就说在这种形式下 中国仍然有业绩非常好的这个基金经理 神仙级的基金经理 对啊 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呢 他们平均 那还是有很优秀的 你再怎么样 你像华夏大盘的原来的经理叫王亚伟 他还是很成功 他的基金基本上那个把五六年前一块钱的基金变成十块钱 那他还是光荣退休 光荣的 那就是说就说中国的市场也是可测的 可测的那是太少了 问题是买不到王亚伟的基金 你这个王亚伟一个是买不到 第二是王亚伟现在已经功成身退了 你想你想买也买不到 他已经 大哥不要我 对对对 大哥把你放下来 然后现在呢 其实以前有那个一个基金经理是做价值投资的叫淡斌 然后他呢 就是大概拿了这个十年以上的茅台酒的股票 你想十年以前的茅台酒的股票是什么价格 现在是什么价格 你只要拿着像 拿着茅台酒都行啊 对 你只要是这个像万科 他当时拿的是招商 招商银行 然后拿的是这个茅台酒 你只要拿着十年以上 那你就跟着 从这点来讲呢 就是我们还是要鼓励那些优秀的上市公司 我也听过一个段子 不是你听说过没有 上海有一个人 有个家伙 买了26万块钱的股票 是1994年 后来呢和人打架 一刀把人捅死了 后来就判了刑 坐了整整15年牢 放出来回到上海家里 打开股票账号昏过去 为什么呢 当年26万的投资变成2000万 哇 这是个事实 这是个事实 不是传说 这个股票你很熟悉的 就是深交所的 00002 叫万科地产 其实你把万科地产的 K线图把它付全 确实能看到 94年买26万块钱的 万科的股票 到08年跑表 大概就2000万 加速是有股票更好 叫苏宁电器 大概你04年买个10万块钱 到08年 100倍 就1000万 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人 为什么王室在怎么样 受人尊敬 他能够把公司管得这样 为什么张继东还算受人尊敬 因为他能把公司 他不但自己发财 增富豪 能够帮助千千万万人 我们就要鼓励这样的上市公司 可惜2000多家中间 风貌灵脚 太少 那我们大家要都买 他们这个是不是 那么现在当然万科 就没那么好了 因为现在万科的成长性 因为他现在超过1000亿 看到的都是事后的 对 我跟你说 你现在绝对不能听了 吴老师说 万科先去买 对 这个成长的高峰期 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待会私下得再跟你 对对 咱们再探讨 香香三言行 我告之后见 赶快说 传厂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活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如何未卜先知呢 这是大家都很痛苦的问题 如果知道就是神仙哥哥 我就说中国人对土地 是有迷恋的 刚才咱们不还讲吗 你现在中国人买地 买房子都买到美国去了 对 他们都说美国房子 不会涨的 但是中国人你看 一样就买 所以我就想起 最近这个房市 那你说 是不是看中了个好房子 就是买还是好的 它总是个食物 总是个东西 比钞票 那个在 你比如说同样买商铺 你在伦敦 十年可以涨 大概是 不是二十多年 大概可以涨四到五倍 然后你如果是买同一个商铺 十年里头 可以只涨几毛钱 基本不涨的 你同样是买房子 你比如说你买房子 你十年前 或者是这个二十年前 在北京买 跟在石家庄买 完全不一样 这个概念是不同的 然后你再想想看 我们刚才说买房子 说这个你看着现在 因为我们全是甜蜜记忆 只要买到房子就能赚钱 要小心点 我还是我们这个节目 我还是说要小心点 为什么呢 美国1836年的时候 当时的土地 你只要是1836年 它泡沫崩溃 在那个之前 两三年之前 你买地 怎么买怎么赚钱 那就翻着跟头就往上走 结果泡沫一破灭 所有的人都没了 你剩下来的就是鸡毛 那只鸡就不知道到哪去了 所以投资和理财 还是应该说 宣问很深的 而且每一段时间 每一个社会 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 而且对不同年龄层的人 收入水平的人 都要这个不同的分析的 这个也该说来嘛 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投资组合 有不同的人 不同的收入 不同的人群 要有不同的 投资组合的一个设计 所以国外来讲 理财是个很大的情况 国外有些人都请专家理财了 国外有很好的投资理财 私人财富管理公司 中国慢慢起来 你想中国这两年 比如诺亚财富 也是发的不得了 因为有钱人都委托他们理财 那么他们相对来讲 会理得专业一点 就是等到文套 你这个钱到了某个规模了 到时候自己可以 成立一个家族基金 委托神仙哥哥 就来替你们家族理财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 因为我认识华尔街 一个非常古老的 不大出名的 非常低调的资产管理公司 叫布朗兄弟公司 那个当年的中国旅美金融协会的会长李三权 也是我好朋友 他就是这个里面的高级经理 他就很保识 他说我对你的钱 你最多每年能涨10%左右 他就这么这么说 但是他做到 他甚至可以证明几十年来 他做到这点 每年10%可是不得了 但是我们炒股的人很黑心的 10%踢都不要踢 至少翻倍 对不对 那么反过来翻倍 你中国套也套了 没错没错 他那个10%就相对来讲稳定 这就是国外很好的 这个就是资产管理系统 中国的外面 你看我听很多这个 我的这个有钱的朋友 他们现在什么呢 把家已经搬在外国了 对对 但是人呢还在中国 对对 然后他们说 现在中国还是最好赚钱的地方 对 所以最近我有个想法 最近我们有个做法来讲 我们准备在华尔街 想策划一个 华尔街金融上学 就把中国的老板 尤其是富二代 因为他们都不想做实业了 都想搞金融 搞到华尔街 那条街上去做培训 先做培训 短期都是五天 慢慢一个月 三个月 一年 就让他们接触一些 华尔街的高手 让他们把那些欠诉 全都先学到下单 还嫌罪恶不够吗 不是 感觉每个人都说 这华尔街是罪恶之间 我在华尔街再怎么样 我待过三年 我认为华尔街 有四类高端人才 中国是很缺的 您讲的 一个叫金融企业家 就把金融作为企业 能够做不做大 创办一个 巴菲特 包括导农师 包括 甚至 SP500等等 第二个 就是操盘手 是真正把你的钱 能够放大 像索罗斯 巴菲特 罗杰斯等等 对冲基金经理等等 第三种人 叫analyst 像我们叶老师 就有可能了 就是顶尖的分析师 就能够预测未来 比较准确 第四种叫 金融的技术创新者 就是技术改善 做金融多少 他说的这几个 在咱们这儿 都刚刚运语 刚刚运语 对 所以我希望 做一点长远 至少我做一点厂支 希望大家赢不出 今天罗贵 文明其数 我们还没学会呢 太修论了 太修论了 太修论了